今天吃啥啊 你想吃啥 吃米个豆吧 你想吃米个豆我就给你做米个豆 哎 没棒子面 你去买棒子面去吧 行 我想去买点 买多少 买二斤就够了吧 买二斤就够了 我再吃吧 我再 今天的表现特别积极啊 这就是老娘以前说的一句话 嘴餐啊 人就不要懒 懒了啥也吃不上 2块5啊 西红柿今天怎么卖 2块8 求上几个吧 大家好 今天我给儿子做米个豆 前几天儿子做了一个 插个豆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 米个豆 和插个豆有区别的 插个豆是插 米个豆是明 插个豆 咱那个口宽 咱这个口全是小圆口 你看 大家看 这个用的这个工具汤 口全是小圆口 现在咱们开始和面 白面和棒子面的比例是3比1 我用已经打好的豆浆 和这个面 它的特点就是有豆香味 热豆浆 这个米个豆呢 是不用手抓面的 今天是手不去抓面 咱们的饭就吃了 这样的面又简单又好吃 面火好了 让它醒着 我现在趁这个工夫把揉做一下 今天做的是西红柿鸡蛋揉 打上3个鸡蛋 OK 现在开始切西红柿 把西红柿切成小丁 切点菠菜做到米个豆里面子 又好看又营养 这菠菜做得便宜吗 一块钱这么一把 我买的都是小菠菜 有的大菠菜 我不是告诉你了 不要买贵的 要买好的 切点葱蒜 好了 菜已经切好了 咱们炒篓子 鸡蛋里面不能割盐 因为鸡蛋细盐细的特别快 一会儿在菜里面放 把鸡蛋在锅里打碎 把炒好的鸡蛋放入碗中 把葱和蒜炒出香味来 放入适当的花椒面 盐把葱花 调出香味 不要多 把切好的西红柿 倒入锅内 炒成糊状 现在这西红柿是大田里的西红柿 味道比较酸 搁上一点糖 现在把炒好的蛋花 倒入锅中 最后 加盐 这锅篓就做好了 现在我开始擦米柿 这米柿的工具呢 要拿开水烫一下 为什么 因为烫一下它就热了 它就不粘面了 它有这个工具 也得在水里蘸一下 这样醒熬的面 放入擦子中 不动手蘸面的 这就这样子往下 这个米柿头比那擦柿头细多了 更好消化更有更加入味儿 今天你这拿豆浆火的 你还能吃出豆香味来 对 好 这就擦完了 加了多煮两分钟 整个都已经煮好了 大概时间是三分钟吧 出锅之前 撒上一把菠菜 多漂亮了 出锅了 煮好的米柿豆 黄驴飞驴 太漂亮了 看着就好吃 我把它搅拌了 不行 我看就在这里 打招 这个拿筷子 就把人吃出意义正了 用它山西林文化来说 就是让它 这面多的 冒到 放到陕西西安 聊炸脸 内体恨 放到我们云城就是 没太白 还有个豆面 没有碗 拿豆浆火的 这就是白面 棒豆面 然后拿豆浆火的 天天吃这都行吗 改天我给你做一个 南瓜白面 搓鱼 咱们现在就是学着吃 提高咱们的生活质量 咱们山西的面食 家天下 你让南瓜人吃上一离白的面 他都不想吃大 他都要吃这 对 看我吃的比你更快了 快 没有牙的老太太吃了更美 哈哈哈哈 今天是我蘸我爸光 那天是你爸蘸你光 今天是你蘸你爸光 确实是没有 你还是来一碗吧 再来一碗 我说给你帮忙 我爸这个 这种好吃的饭量超大 做完很好吃的 一碗半碗 半碗就够了 好吃的吃个死 不好吃的死不吃 今天老娘做的二面的抿鸡斗 老爷子吃了满满的两大碗 我也吃了满满的一碗 特别的香 今天孩子要开家长会 我现在要早点出门 因为这个我也不敢迟到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黑哥 我是钢子 钢子 昨天我在市场建了一个现场 摸香油的 我毫不犹豫 买了一小瓶 然后回来吃饭的时候 我就突发奇想 因为这个香油里面的门道特别多 我在市场上看 现在基本上这些 纯的这种芝麻香油 它有十几到几十块钱 它价格差别特别大 嗯 你这样给大家详细的出上一期 这个香油的视频 让大家那个正确的认到香油 它的挑选和使用 好嘞 没问题 大家好 我是钢子 今天呢咱们聊一聊香油 一说到香油呀 我就感觉有一种 陈屎油香的这么一个感觉 因为从小到大呀 经常也就是在市场上 能见到这个一个四轮啊 它拉着上面拉着一个石墨 现场呢 摸这个小瓶香油 那个香味啊 真是香飘实体 到现在都忘不了那一声吆喝 小瓶香油 芝麻酱 当时 钢子只要听到这个声音呢 都会情不自禁的看一眼 家里边装香油的瓶子 是否空着 那么到现在我们的社会发展了 香油的种类也越来越多 那么钢子呢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香油该如何挑选 大家都知道香油的原料是芝麻 但是呢 它还分为芝麻油 和小磨芝麻香油两种 你像我拿在手上的这一切呢 它就属于普通的芝麻香油 它的加工工艺呢 是属于这种物理压榨式的 也就是把芝麻放在油里 然后通过挤压呢 产出芝麻油 这个呢 当然属于一种现代的工艺 因为它的出油率比较高 所以呢 它的价格是最便宜的 这三种呢 都是小磨香油 小磨香油啊 共鸣私底 就是通过石墨呢 把它磨出来 这个工艺呢 叫水盖法 一般呢 都会在瓶子的标签呢 进行标明 水盖法的工艺 要比压榨式的 更为复杂 小磨香油的这个水盖法 能够让芝麻的香味呢 更加浓郁 所以呢 它的成本呢 自然要比压榨式的呢 要高一些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种 这个呢 是12块5 这个呢 是17块5 中间相差5块钱 但是我们来通过配料表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参数来看一下 这个配料100%纯芝麻 这个呢也是芝麻 加工工艺都是水盖法 这个等级呢 是1级 别看他便宜 这个等级呢 是2级 而且从产品的色色度啊 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这个香味呢 也差不多 这个才标明了一个 原料原产国 这个呢是中国 这个是爱塞俄比加 属于非洲那块 目前芝麻这个原料啊 我从事实上看了 一般也就是国内的 和爱塞俄比加 两个地方呢 其他地方呢 我目前还没有发现 那么说 爱塞俄比亚的进口是吗 要给我们国内的好吗 其实也不是这样啊 可能这两个呢 也就是有品牌之间的差异啊 这个呀 可能这个牌子更好一点吧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卤花呢 这个呢 是要到了20多块钱一瓶了 这上面就有一个介绍 强调的是什么呢 强调的是真材实木 六香的工艺 精益选香 清洁净香 被炒生香 石墨流香 水带巨香 冷绿凝香 这个呢也是说 它是比较恪守传统工艺的 你像它这个 传统石墨的技艺呢 是低于60摄氏度 低压慢膜 其实从这个算法说明了啊 我们的传统工艺呢 给了它最大的附加值 所以啊 要选香油了 钢子个人建议呢 比较倾向于 小磨香油 这种水带式的 说到这呢 钢子还在超市里边买了两个 我们平时吃火锅 所用到的香油 它们的玉米油分别占到了 70% 75% 这个呢 芝麻油占到了30% 这个呢 是小磨香油占到了25% 所以呢 我们在采购的时候啊 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钢子的视频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